What's up,我这里是PicoT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PG1的新专辑Answer 在上期视频里面 支线任务情歌环节我们就听完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一步到上期视频 而这期我们来听主线任务 也就是比较常规的说唱歌曲 那么废话不多说,开始吧 那些弹幕过年了 OK,Let's go 这句比喻 他来押韵真的很舒服耶 我忘记你变大我的心脏 你骨弱顶膛 屏幕的必是新增期 我是被注射的King Kong Hate me everyday 眼神的语言 代价是赃送了青春一年又一年 转机是ATM 媒体抢着推送音乐 灯风早期不用键盘 躺着追梦 是谁还把风影送灯 Rest out Sup because 兄弟都不动 用具冲动 向公众表现和内容的空洞 但整个圈子站起来都没我一首 好动用 前半段很顶啊 真的很顶 他有一句话是 神色的言论听得我怒火攻心 他们像是白莲花的美队护着东宾 他把网友站在道格制高点 掏枪的行为 比喻成美队3里面 美队就东宾的情节 美队是好人 东宾是坏人 暗场理来说 好人就坏人是不对的 但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 其实东宾是美队的恩人 所以如果美队不护的话 那就是万恩负义 但是美队护的话 就是破坏了大众所谓的 好人坏人论 所以PGN在这一句的比喻是在骂美队自私 但他前面那一句骂的却是普遍的大众 我觉得这样很矛盾 非常的不严谨 还是说我理解有错 有懂的吗 你看弹幕全都是牛逼 牛逼 他个伴奏真的好厉害 这个伴奏 你看这个萨克斯 这个贝斯 小话的家 是偏向别人的沉着 思想带来的精神追求把伤口缝合 清醒那个男人没有一年沉默 脱掉综艺的伪装又有几个rapper能活 快散散 也到这些脑子交替 可惜门槛低得让人心好焦虑 他们关掉你的专题来搜索我的消息 代表着当我回来一切会与你施起交臂 他虽然唱起来非常的平静 但是歌词真的很狂 这首答案作为整个专辑的第一首歌 非常明显的是一首PG1人格的歌曲 虽然内容方面还是diss着主流线传 然后说自己多么的牛逼 但好就好在他没有一句歌词是假的 我觉得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一点 因为现在很少人听到一些体量大的主流web 他们都非常的避忌那种破坏表面和平的东西 所以这种内容真的蛮少有的 其次就是整个伴奏真的超屌 萨克斯简直就是点睛之笔 没有Hook加三段Wars也是非常的有诚意 包括他最后那一句 Hip Hop无论是什么版本老子都是答案 很帅的点题和结尾 如果非要给差评的话 我觉得你是怎么给得出手的 我是给不了 这一声咳嗽不对劲 好帅这里 别让我拥有Nike的鞋和他那双沧桑的手 所以我历史要让自己再富自由 忍入腹中不只是为脱离贫穷 吃到教训看清怪物之后 就不会再度失手 超出了年纸 Now who are you 别叫我的名字 Now who are you 童年的生活并没那么富裕 但我却从来没学会过妒忌 父母希望我幸福胜过出席 可我不甘心接受平凡的宿命 哪怕像蜗牛慢慢跑上乌龄 哪怕没任何人对我们呼应 我只要努力再努力再努力 当年我的微笑是最大的伏笔 You let me now 收起你的偏见 直呼气软 反见认输你的脸面 亲切这次感念 早就不信关联 这无人会偏偏 无知不得收敛 永远不会改善所有问题 关键卷斗主的精切 关键亲切爱力 彻底蒙蔽双眼 贫穷会被人先富裕 背包伤体 若你身处负面 背包就会出现 生活它一向在山上 不共的Drama 反显是方法像生锈的华萨 堵住了激情的同力和power 也没妨碍将成功送给了妈妈 我突然间肩膀上的重弹 加大了专家们 何时能停止说傻话 那我对待音乐的态度算夸大 梦没转转 不都是流传的家伙吗 我想要去击碎他们的规划 用音乐来使我变得更伟大 用作品去成功地独住他嘴巴 我想要黑的都变成我fan 我想再次启动接送火箭 用五年的时间来将我change 新的我答案是 I want more 好屌啊这段 我非常喜欢这段 完全就不用呼吸一样 然后他最后那句 I want more 好像是 在你一个情绪非常激动的情况下 你一直在发泄 一直在发泄 突然有个声音叫醒你一样 I like it I like it 帅啊 真的很帅 我觉得这一首歌 比前面那一首还屌 I want money I want fame I want power I want change I want be selfish I want love I want good life I want more I want money I want fame I want power I want change 你看这个编曲 那么这首I want more 我在听的时候 它的播放量比较一般 相比到其他的歌 但我觉得这首歌 完全比答案要牛逼 他这一次的歌词 非常的走心 向听众展现了 他不为人知的一面 被亲戚数落 被家人不爽等等 这些都会让人想到一句话 活该 但没有办法 你真的是做错事了嘛 所以 不过正因为他能够坦诚的把这些话说出来 才会让他后半段的情绪宣泄 有了一个非常合理的铺垫 我是很喜欢他后面 无呼吸快捷的输出 再到沙亭的设计 我觉得是整首歌情绪铺垫的爆发点 然后我的兄弟招离说 这一段是败笔 但我的观点恰恰相反 因为很明显 这一首歌是一首情绪化的歌曲 这一段变成那些符合书面上的规定的话 那换来了可能就是简单的几句 嗯 这一段不错 但如果不换按照目前这样做的话 我觉得是能做到听众对作者的情绪的感知 所以我认为是很好的 OK 第三首 What's my name? 在解开封印有着未经厨 谁是熊眼谁是家人的营物 拿了走 baby 拿了走 连人自我直接扣着烂皮球 今天打了洗了拿着冲鱼西股Pro 今天还创造着对我来说Easy Hoe Bro I ain't everything 我今天四个不念的自信 情绪才落定 我喜欢这句 I ain't everything I got the mind 却都是冷静 约是快速 打开心 VM 这是餐厅 Nah Nah 五年爱上流浪让你感到飞机 梦幻的故事多少让你感到会写 人心白带多少变万莫测的罪恋 都工具我的财务额里让我提前退学 Nah Nah Baby how I feel baby how I feel How I feel 这样睡得深没人看得懂 冷嘲热房被我扔进垃圾桶 水长唇口全都给你杀起哄疼 不是个time 毕竟我的脑子没什么大碗 你胖出来发生的被他家柔 尔子你心想的 对答好他的作品 哈 到哪里都不很温和是当然在canada 每天流テ ç 他的门不点- Life is a 的 静一心 嗯 那个名字 我觉得他伴奏的那个808 Hawk 好帅哦 What's my name 发音梦想音量在来自封杯 What's my name 这里戴耳机的话你会感受到左右左右左右 谁是飞个不用比较 you are pq i'm a rake 黑的听完也会送你 celebrate 跳跳大路 通罗马 年六二上去对写 在于人行业在国 负责 需要太多手段 转载太高明时子 我导致我初心走散 我见过太多的人 外转死心在罗友上 为君子看见是谁 没靠资本吃解口饭 Oh don't doubt to me I don't fuck with you Rap 恋人 仰到上镜 玩太来养生 自不服成烈级商品 造变露头 Babababow EasyBeezy Let me squeezy What's my name What's my name 哪个名字到了 背了几次中罪 What's my name What's my name 发音梦想音量在来自封杯 What's my n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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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Right What's my name 这首歌我觉得挺帅的 让我想起了公演的那首No Stop 然后我非常喜欢他在这首歌的Full 以及那些Edit的设计 包括伴奏里面加了一些电子特效 以及左右声道来回走的那个设计 都丰富了整首歌的听感 但老实说他这首歌三分多钟 会让我觉得有点残 听到后面会觉得啊有点无聊啊 然后就是这首歌主要输出的那些内容 我觉得比较单一啦 所以这首歌作为一个谣曲或者车载音乐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但如果你说要给我一个推荐这首歌的理由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推荐我 可能只能是这样 快餐 叫爷爷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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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猬一下 一切我的hanします 虽然我没记住但是颉毛 划成天的超庭 罐d 但军职们则都贴不一点 我的军联系 哦 吓 想听你们分享一遇 他们盲目奔向地狱 我无知情增强鸡血 黑暴已变成了大轮头 在宠卖的爱都像是挖极的瓦铃狗 喜欢听见踢踏踏踏伴奏沙轮后 我怕他看着温泉 背后我大声高高高 Everyday的行业高兴又悲哀 邪恶的资本淹没多少音乐鬼才 我管你抱着什么目的 沾上这类赛 快在音乐视听众等待我新歌的备胎 这句话好帅哦 这是 千� dimin 真 〔都是 之 他想起 Really 假裝 Peace No Peace 報告明義 我有特殊產能力 像是一群超人孤獨 但我沒有在上帝 啊 拳鈴巴 拳鈴鈴 讓我變成熟 站在心裡 自己拼命 像是拔的內紅酒 他們說的歌 他們就在心裡的動力 心裡面一案多精彩 我從來都沒說 要證明我請買keeper 買代表的 上手都輪氣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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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對我正了解 忘了剖皮的剖屑 現在你們好中介 真有些迷藏專輯 燒滿好 my ears I'll find out the diamond 都在門店鋪的能力 見過和身體的眷骨 Chats 嗚 嗚 嗚 I made a different house shit It's different and I'm gone I made a cool thing 他這些edit 都非常的trivers Taman and all I sign the world is so loud When I can't let it burn out I made a different house shit Snack my new food shake I made a wish I made a wish 我一五年格放到現在的依舊滾堂 家裡是衝著你的情緒 所以口度芬芳 PG的作品不行 但是真品一定很棒 是先天門的戰勝 讓我或去更多聳望 Oh 可以啊 他把自己也嘲諷了一遍 Oh 這首很帥也是很帥 Ok 這首快餐也是屌的 整個掛電的香調質感非常的在線 包括一些Oh my god answer 這些edit一出來給我的感覺就像是PG Scott一樣 然後歌詞方面提到了許多有趣的比喻 而且噴曲賴方面我覺得也是蠻棒的 特別最後他那一句諷刺自己人形 歌不行能看出他沒少上網啊 然後就是霹靂的hook 我覺得他的聲音非常的有高級感 但我覺得他的hook跟PG1的verse 放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就會讓他的hook失去的主導性 因為我們一般聽說唱音樂 其實hook會起到一個非常大的作用 但在這首歌裡面感覺他的分量非常的少 所以這是我為霹靂比較惋惜的一點 Ok Oh That's what I want to say 剛才擺脫了心磨和飯粒 別忘了心得其實就是騙子 唱得很好啊 人生如新所知真的能夠改變你 可惜這是大部分人還是不想帶點你 結果小丑不停地賣醉 沒人能能就自己跟自己開會 不要出門做核酸逃人派對 困到無法入眠知道身體不是財水 因為太多的事感覺特別日子 怎麼想都還是不能理解 我想理下的識別忘記下的字 哪裡耶穌都能絕碎於追起點 下來想起只是覺得好累 每次的絕倫都是曾經有多麼寶貴 往生吧啦啦啦啦啦真的滿的到位 哼 這掃心今天還是早睡 你們聽到可能覺得交情這麼多 你還是像個怨婦 其實我也覺得並不要緊急的往事 我也極其的掩護 藝術來源於生活的編故 裝滿像煙霧一樣圍繞著遍布 犀如人生這逃影的變速可分到了家裡的負擔 也算老天的眷顧 不算我算是安慰自己 but this is my lie 不當我對著生日來 so close my eyes yeah make a wish yeah make a wish 嗯...很走心很走心 make a wish that's what I want to say I'm just stuck in here now so make a wish that's what I want to say 還是沒有希望孤獨 現實和想法總會有一點出入 想要彌補以前是要上的補足 想比起來還是朝夕節里舒服 一個人在夜裡對著鏡子哭訴 事情疲悲前也實在不斷督促 不期望結果就不會像得突 當然不行這樣看著自己把自己辜負 right now 耐心和阻力每天都在賽 好 無法將別人有色眼睛 dry down 那就解釋所有對你的怪 I shall just do your bad 時間為 抵達抵達 解開密碼 折現實加音樂 將顏色顛倒 前髮被斷記壓矩 則譬如變化 勾勒著人生生跳 在地間是不明白的誤會 別人是剛想明白 把意思吐累 突然一起變得 雖然無味 獨自傷感煙火 是自卑的心理負罪 不停的痛苦 憤怒 釋懷 愁楚 開心 孤獨 始終 重複 This is what I want to say Just tell not for my hate 這樣講才不成針對 So so sorry 最後是說什麼 So sorry So sorry 是吧 是不是這樣讀啊 過於敏感 我知道是敏感的意思 但是不太會讀 很棒的一首歌很棒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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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Hook就是牛逼 剛剛我在前面快唱那首歌已經說了 PD那個Hook失去的主導性 這一下就有了一個非常明顯的對比的 你看Jesse這個Hook 絕對是幻龍點睛之筆 在憂傷的甘情旋律之下 他靈性的Hook一出來 馬上就能讓聽眾整個情緒帶入進去 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環境 讓我們去聆聽PGO的內心自我解剖 所以整體的架構非常的半野 讓我特別的能進入他的池裡面 不過理性的我告訴我不能去同情他 畢竟他是一個略智藝人 如果我同情他的話 哈哈 玩友直接GANG我你知道嗎 但我覺得做到這樣已經非常牛逼的了 如果是一些他的忠實粉 聽到這首歌 哇靠簡直就是 你懂的你懂的 彈幕已經非常清晰了 然後就是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聽完這首歌我只能說 祝你安好吧 趕緊做下一張專輯吧 我們也沒有什麼要求 也不希望你幹嘛幹嘛 反正有歌我們就聽就這麼簡單 ok 那麼所有歌曲我們就聽完了 no cam還有五十一到 feel now 我在前面的視頻已經 錄過了 所以這裡也不重複了 整個專輯給我的感覺還是相當不錯的 我是一個不太喜歡評測專輯的人 能從專輯裡面挑出幾首我非常喜歡的歌 我覺得就是已經非常不錯的專輯了 啊對我就是這麼膚淺 不過整個專輯給我最直觀的感受就是 PG1擁有一個非常非常棒的團隊 所以好好珍惜吧PG1 那麼關於這個專輯你有什麼話想說了 也歡迎你在評論區留言 這裡是WeekOT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